这是印度人制造的超级潜艇鹦鹉国号 虽然排水量达到万吨 但即使在水下速度也气快 转眼间它犹如利剑一样冲出水面 悄无声息地进入了水城威尼斯 紧接着一个圆形逃生舱伸出船身 然后落进水里 船桨缓缓转动 观察口打开 众人这才知道不死人才是隐藏在他们中间的间谍 打过招呼后不死人驾驶逃生舱掉头逃走 尼诺船长立即启动了鹦鹉国号追击 这时手下拿来一张碟片 里面是任先生的声音 原来绅士联盟就是个骗局 他让不死人坐卧底拿到了隐形人的皮肤样本 变身博士的神奇药水以及吸血女哈克的血 他们要利用这些打造一支超能力准军团 更可恶的是 不死人还在鹦鹉罗号各处偷放了定时炸弹 就在这时炸弹突然引爆 尼诺船长想将潜艇浮出水面 可船舱进水太多无法排除 危急时刻 变身博士化身巨人打开泄水阀排出海水 这才让鹦鹉罗号重新浮出了水面 就在这时隐形人传来消息 他跟踪M先生找到了他们的秘密基地 这里不仅在建造大量毁灭性武器 同时还建造了八艘鹦鹉罗号 如果这些武器建造完成将是人类的灾难 众人立即修好鹦鹉罗号 然后根据导航很快来到M先生的基地 隐形人打头阵干掉守卫 哈克和变身博士紧随其后 其他人也跟着冲进基地 隐形人在基地各处安放炸弹 哈克则找到了不死人 但两个人都有不死之身 一时间也很难分出胜负 最后哈克将不死人钉在墙上 然后拿出他的画像 画中人能替他承担所有伤害 同时也能将伤害转移给他 就这样不死人化为灰烬 而画像又变得栩栩如生 此时的约翰遇到了全副武装的火焰壁 坚固的装甲让他无可奈何 被火焰逼到一个角落 危急时刻隐形人及时出手相救 可他自己却被烧成重伤 两人突然出现将他挟持 与此同时一名敌军头目 喝下整瓶的药水 身体变得无比巨大 变身博士在他面前都成了小可爱 毫无还手之力 只能被按在地上疯狂摩擦 即使尼诺船长过来帮忙也无济于事 眨眼间也被扇飞出去 更悲催的是变身博士的药效即将到期 两人被逼到一个角落 危急时刻他们安放的炸药成功引爆 巨人怪兽被压在坍塌的建筑里 而艾伦这边也追上了一个先生 正当他要动手时 隐形人挟持约翰出现 他转身一枪打中隐形人 而自己却挨了那个先生的刀 眼看了那先生跳窗而逃 约翰不甘心 他拿起长枪 在艾伦的指导下扣动扳机 一发入魂 但艾伦也因失血过多不幸牺牲 之后几人将他的尸体带回非洲安葬 众人散去后巫师出现在他的坟前 随着他念出咒语 天空风云突变 艾伦的坟墓也开始振战 难道他又复活了 影片到此结束